由南大管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处搜基盘的社区变压华专 主要一站是来到一支店的爱疗社区 也因为是第1次参加 包括到处中林志充以及都会变身委员 都明显感受到爱疗社区的改变和进步 并且也鼓励社区发展协会的进步 这期来参加等待照顾的好理整齐 祝祝祝社区祇民的幸福感 第1年参加社区变压的一支店爱疗社区 一开始就让社会与劳动处长以及平市务委员 感受到很大的不感的进步 最后是因为爱疗社区的活动中心转身开用以外 另外就是远古年到达 协会尽管在立宿长的短片中 用心对求进步的心结在到困境 那最后一站我们也希望说 呼救点案底 希望说爱疗社区 今年度再度参与评券 能够记取去年委员的一个建议 进行检讨改进 希望今年能够获得委员的青睐 有不错的一个成绩 社区理事长前后的理事长 看他们这个关系感情都非常好 全力在推动 从这个经济自主的农产加工品开始 都很认真在经营 那也拿了去募集了很多的资源 像后面有这个篮球机 希望给我们的长者有更多的活动机会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新的构想 很值得鼓励 为今年第一次参加管副基盤的社区平坎 经过一年的时间 爱疗社区发现在管副协作产 增加了很多的主管来促进社区进步和发展 因此今年是金家用心来参加 这有评价 这有进步 就是说 这我们登记 我们有在做 当然就要接受这种评价 有一个比较 我们初后的 这有进步空间 我们以后的目标 要走路 就是说 要来照顾我们地方的老大人 这也可以说 乐数政府的推动 那这一年下来 我们整个社区的能量 包括我们所有社区民众的参与 加上去年的各位我们委员的指导 所以我们今年也改正了非常多的 需要改正的东西 那我们社区平坎现在才刚刚开始 但是就已经听到我们的委员们 有称赞我们爱导社区 在非常多的方面 包括尤其是我们文件上面的保存 跟资料的留存 有非常长足的进步 在爱导社区的这支文作之下 跟上官府社罗处 以及一支订供设定单位的互助帮助 社区本地已经有人订扣定 是越来越多完 协会也将对到政府的登教各位 备将社区搭造到越来越迎合 记得今天算差不多